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5月15日凌晨,乌军用16枚战术导弹 袭击了克里米亚俄空天军的贝尔贝克空军基地 这个机场距离前线225公里 乌军发射16枚导弹 应该是美国援助的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 当地居民称贝尔贝克机场附近有大约20枚导弹 并且有东西仍在燃烧 美国宇航局卫星火灾数据报告显示 贝尔贝克空军基地发生至少三次大火 爆炸持续一个多小时 贝尔贝克空军机场附近的监控摄像头 记录了整个俄军基地发生的几起巨大爆炸 俄军损失可不小 因为该机场驻扎着俄罗斯空天军第四近卫防空集团军 第38歼机航空团 整个机场有20余架苏3435战斗机轰炸机 据俄罗斯国防部初步数据 一架米格31被摧毁 三架苏两机受损 两套S300、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 11名俄军士兵死亡 15名俄军士兵受伤 详细仍在跟踪中 这应该是乌军打击俄空军的雷达、机场、防空系统 为F-16进场扫清障碍的一部分 随着战争的持续 俄空天军会像俄黑海舰队一样 被驱逐出战领区克里米亚半岛 给俄军的机会不多了 5月14日 乌军用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俄境内 福尔加格勒州的一条铁路线 视频显示 无人机击中了一列正在运输燃料的火车 点燃了一个油罐和一辆装有木材的车厢 导致包括两节油罐车在内的九节火车车厢脱轨 随后引发火灾损坏了近300米的铁轨 另外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俄境内 楚瓦什州的诺沃切伯克萨斯克赫布兰姆化工厂 引发发生了大火 这家化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化工厂之一 生产200多种产品 巴木特前线 昨天俄军在对恰索夫亚尔东面的进攻 尝试失败之后 企图从伯赫达尼夫卡向卡利尼夫卡推进 这是俄军尝试绕到恰索夫亚尔北面的一次进攻 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新哈里夫卡前线 昨天乌军第79空军突击旅击溃俄军的机械化进攻 俄军的17辆战车被摧毁了其中11辆 还损失了大量的战斗人员 愚者四散而逃 哈尔科夫前线 昨天俄罗斯电报频道播放了一段 俄军用滑翔弹和弹炮密集轰炸沃夫昌斯克小镇的视频 乌海岸地方官员说 俄罗斯军队几乎将沃夫昌斯克小镇完全摧毁了 截至目前 俄军占领了卢干兹 赫利伯克的北部 与此同时 乌军的反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重新控制了斯莱尼 并将沃夫昌斯克的俄军击推 并正在清理该阵子的北郊 一天里俄军在这里总共损失了106名士兵 25件武器和军制装备 普里维迪亚方向 乌军空中侦察和排击炮部队 对俄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打击 摧毁了大量装备和人员 据ISW称 俄军在乌夫昌斯克的进攻方式表明 俄军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缓冲区 而不是更深入的入侵乌韩领土 这个缓冲区将使俄军部署在 离哈尔科夫足够近的地方 以便进行炮击哈尔科夫市工业区和居民区 乌韩情报部门负责人布达诺夫 预计俄军对哈尔科夫州的攻击将持续3至4天 随后将会转耳对苏美发动强大的攻势 以此来看 俄军也有在苏美洲和俄罗斯边境建立缓冲区的意图 巴达诺夫是乌韩的情报局局长 是一个年轻有为 有勇有谋的高级将领 在战争中他暂攻卓著深得泽伦斯基的信任 被外界认为是基辅政府的二号人物 他总管乌韩军情总局和属下的特种部队 曾经数次利用恐怖方式攻击俄境内的目标 令俄罗斯人闻风丧胆恨之入骨 最近俄罗斯媒体给他带上了恐怖大使的名号 最近神出鬼没的布达诺夫 带着他的一群人在哈尔科夫出现 因此外界认为不能完全排除 他将会在哈尔科夫进行更大范围的跨界攻击行动 此前布达诺夫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克里米亚桥梁的袭击 针对克里米亚桥的远程无人机袭击 针对普京和俄罗斯决策者的一系列刺杀事件 可以这么说布达诺夫是克里米亚桥最痛恨的人 无疑也是俄安全局最想要消灭的主要目标 所以布达诺夫为何要冒险到哈尔科夫前线阵地巡视 肯定大有深意 他做出判断认为 俄军对哈尔科夫州的攻击将持续三至四天 随后将会转而对苏美发动强大的攻势 以此来看俄军似要冻结哈尔科夫的战事转入防御战 主力马上又要转向进攻别处了 这样他的军情局特种部队就可以在哈尔科夫前线大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了 自少爷谷被普京从俄罗斯国防部长的高位拿下转岗后 紧接着俄罗斯安全部队 于13日凌晨5点 开始了对与少爷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防部官员进行了抓捕行动 参与抓捕的人员均戴着深色的面罩 各个神情举止装严肃 他们先是用撬棍撬开了国防部官员库兹尼索夫家的大门和窗口 然后冲进卧室 将仍在睡梦中的库兹尼索夫中将从床上拖出来 连同他的妻子一起押走 这可能预示着俄罗斯政坛一直蕴藏的政治危机正式进入高潮 库兹尼索夫现年55岁 自2010年起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部下属部门任领导职务 主要负责信息安全保障 自2023年起任国防部干部总局局长中将军衔 今年4月23日俄罗斯侦察委员会通报称 俄国防部副部长提摩尔伊万诺夫因涉嫌收受贿赂 被拘捕 伊万诺夫于2016年5月被任命为俄国防部副部长 负责俄武装部队财产管理部队驻扎 住房和医疗支持等工作 他被指控涉嫌收受贿赂至少100万卢布 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 看来克里米宫对少爷谷在国防部的残余势力仍然不放心 正在迫不及待的清除少爷谷军中亲信救部 消除少爷谷在军中的影响力 同时原国安会秘书帕特鲁舍夫掌握的情报系统 也不会转交给少爷谷 据内部人士透露 国防部另有两名中将官员也进入了调查程序 同时被调查的还有FSB反间谍部门 FSB的职责是监管国防部 估计FSB部门中会有大量人员被逮捕 当然参与国防部贪污计划的几名军事承包商和分包商都已被捕了 看来在俄罗斯的一场大清洗已经不可避免 毕竟少爷谷在军中坐镇十几年了 不乏培植一些亲信嫡系 不清除日久避留后患 弄不好会造成重大事件也未可知 然而克里姆林宫利用腐败案 这一招清除异己虽然高明 但他也忽略一点 伤筋动骨的动作无疑会加剧军方内部和政坛的大地震 导致无法预估政治大事件 尤其在战争时期将是灭顶之灾 5月14日深夜 责任斯基通过推特发出了强硬的声明 我们已经清晰的洞悉到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区域再度策划挑衅乌克兰的图谋 其军事部署和扩张欲望已经无所遁形 请广大国民放心 我们英勇无畏的战士 威力强大的火力 以及尖端无人机以整装待发 随时准备给予挑衅的俄罗斯人雷霆一击 我向那些在前线奋不顾身 浴血奋战的士兵和军官这一最崇高的敬意 你们是乌克兰脊梁 是国家的荣耀与骄傲 乌克兰媒体记者于5月14日 在基辅街头做了一项名为战争第三年 你对俄罗斯人看法的揭发 受采访者中96%的人对俄罗斯人深恶痛绝 87.6%的人支持继续打下去 85.4%的人对资连斯基持正面态度 这一数据佐证了乌克兰人抗击侵略的集体意志 也让那些抹黑资连斯基谣言不攻自破 目前美国4亿美元的大量巨员正在浩浩荡荡的进入乌克兰 除此之外 昨天正在基辅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宣布美国将额外援助乌克兰20亿美元 加强军事经济和民主方面的建设 并表示美国不反对乌克兰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 最终决定权在基辅 这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大好消息 布林肯在与泽连斯基总统会面时强调 我们决心与乌克兰的许多其他的合作伙伴一起确保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一个强大成功繁荣自由的乌克兰将是对普京最好的宣判 也是乌克兰未来的最好保障 他说正如您提到的 未来几个月我们将面临许多关键问题 我们希望与许多其他合作伙伴一起确保接下来的几个月取得成功 应对未来的挑战 这是在乌克兰最困难的时候 布林肯突然造访基辅 是要向乌克兰人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 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 陪同布林肯访问乌韩的美国官员对记者说 国务卿在这里的使命实际上是讨论我们的补充军事援助将如何执行 以帮助巩固乌军的防御 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在战场上夺回主动权 昨天布林肯在外长库列巴陪同下 去了一家乌韩老兵开的披萨店用餐 之后他们一起还去基辅的一家俱乐部 布林肯在俱乐部亲自弹唱了一首流行音乐 他在开始演奏音乐之前对观众说道 那么需要知道美国和你们在一起 世界很多地方都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在战斗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自由的乌克兰 而是为了一个自由的世界 然后他演奏了一首经典歌曲 在自由的世界里摇滚 歌中唱的街上五光十色有红白还有蓝色 人们拖着沉重的双脚随便在哪儿倒下就睡 但路正前方出现了警示符号 有许多人说我们最好就此死去 别迷恋撒旦 但我正准备告诉他们 所以我要试着忘记尽我所能 一切在这自由世界摇滚下去吧